呢? 呢? 好,我們今天呢 講這個 佛心 佛心 兩個字 我們曉得佛是無上正等正結 那麼無上正等正結的心 也就是這個佛心 那麼佛呢 那這個是一個最高的一個境界 可以講它是最高的一個境界 是完全這個覺悟的 完全開悟的 完全覺悟的 那表現意外的 就顯出了這個佛心兩個字可以講 是表現佛本身形以外的 很多的這個畫家跟書法家 很喜歡寫這兩個字 這個師尊也寫這個佛心 兩個字寫出來 用一筆把這個佛心就把它寫出來 大家很喜歡請這個字 請這個很多的大師寫這個佛心兩個字 大家很喜歡請 但是要明白這個佛心兩個字 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 而很多大師寫這個佛心兩個字 寫得很好 這個字寫得非常的這個 看起來又有氣又有力 所以好像是他已經得到佛心 但是呢 他反過來寫好佛心以後 反過來就跟人家講 這個 在佛這一方面來講起來 就是講說怎麼樣呢 講說這個 誰啊 誰啊 都可以 誰都可以 就是盧聖燕不可以 知道這句話意思 他剛剛好寫好佛心兩個字 誰都可以 就是盧聖燕不可以 什麼意思 其實佛心啊 他雖然能夠寫佛心兩個字 但是他還沒有達到佛心的這兩個字的 這個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佛心啊 是什麼啊 是寬 一個字是寬 寬就是本身來講很寬大 寬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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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寬寬的 寬寬寬的 誰都可以原諒,就是儒生也不可以原諒 這個就不對了,這個就不寬了 所謂的寬是無止境的,沒有止境的 在你的心目之中本身沒有敵人的 有敵人都不到佛心的境界 所以今天度眾生就是像孔夫子講的 有教無力,沒有分別 根本講起來沒有所謂捨棄誰 捨掉什麼人不度的,沒有這回事 任何一個通通都要度 任何一個方法,不管有言無言,怎麼樣子都重要度 所以在佛心裡面沒有所謂哪一個人不度 絕對沒有的,這個是寬,心胸非常寬寬 任何人通通都可以包容 這個才是佛心 你不能在寫這個佛心的時候寫 佛心寫 某一個人不可以原諒 這個佛心就不是佛心 剛剛寫好佛心,馬上就不是佛心 讓你寫寫非常寫 我能夠寫佛心的,要體會到佛菩薩那心 任何人都可以 在你的心胸上面没有所谓的敌人 也没有所谓的仇人 没有什么恨意 这个才是如来的心 佛菩萨的心是很宽广的 再来这个佛菩萨的心是很亲近 什么是亲近的 什么是亲近的 一点都没有污染的 很明洁的 很明洁的 没有污染 我们在形容这个佛心的时候 都很喜欢讲 这个佛的心是一丝不挂 什么是一丝不挂 全部脱光了 全部脱光了就一丝不挂 不是讲全部脱光一丝不挂 是讲你的心完全一点灰尘都没有 这个是佛心 清净的 明洁的 除了宽以外 还要非常的清净 没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思念 不好的这个念头在里面 也一点烦恼都没有 所以你不会有佛心的人 那些大师写佛心碗 写了佛心 然后再写简举信 写简举信 简举信 简举别的宗派是假的和尚 不是真的和尚 要移民籍 Immigration 不要承认他们是和尚 是比丘 比丘尼 这一边写佛心 那一边马上写简举信 那个就不是明白佛心的 所以那个没有烦恼的 佛心是没有烦恼的 是清净的 是一种这个非常宽广的 非常超然的 能够到这种境界的也不是很多 一般来讲都是世俗 很世俗的 修行要修到非常的宽广 非常的清净 才附和于佛心 你假如不是修到这种境界 你写这个佛心 自是很好 心不是那个心 今天讲到这里 Om Ma Ni Ben Mi Hom